日本首相石破茂四日在国会众议院发表 就任后的首次施政演说 他公布治国五大方针 包括摆脱紧缩的新经济方案 外交上持续深化南韩与美国的合作关系 他以乌克兰情势事件 更强调针对中俄与北韩的无力威胁 日本应该要强化军事的防卫能力 日本首相石破茂四日在国会众议院发表 上任之后的第一场施政演说 他公布五大治国方针 外交上则谈及了美日韩的同盟关系 以及与中国俄罗斯和北韩的对峙现状 他以乌克兰和中东战事为例 警告外界国际社会正面临分裂的现状 石破茂在选举期间提出建立亚洲北约的体系 并未出现在演说中 而在外交议题上 石破茂承诺将持续制裁俄罗斯 并且援助乌克兰 也强调将深化美国和南韩的合作关系 他也提及中国试图片面改变东海和南海的现状 以及日益学童遇袭的事件 强调日本会采取行动 在所有层面与中国保持建设性的对话 在内政方面 石破茂表示 将提出新的经济方案 协助民生摆脱通货紧缩 并解决出声率下滑的难题 石破茂一号上任 民调仅有50%上下 创下2002年以来的新低点 他宣布解散国会 提前举行大选 遭到在野党批评冲促行事 27号大选结果 也将检验石破茂团队的民意行忍度 公事新闻张淑芬编译 也将检验石破茂团队的民意行忍度